干气泡的一个项子,干气泡一个存储,一个输出,带了两份,大家应该知道现在人的生命,人的寿命,它可以延长人的生命,让人更加健康,我知道的就是一个大奖,还有一个小奖,我就不说了,这个干气泡的代表郭英,站起来,大家认识一下郭英,郭英小姐,谢谢你们带来,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大奖, 一会儿大家要抽奖,其实都是为了爱献身,我认为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不能每个人都去做的,但是只有一件事情每个人都去做,那就是慈善,每个人都可以去做,现场所有的朋友,今天都是为了这两个字而聚到一起,慈善, 我们,特别是我们做演艺,这些这个朋友们,更要,做现出我们的爱心,当然我们不能像马云那么有钱,但是我们有钱的,有钱,有力的出力,没有钱没有力的,也可以邀回一下,对不对啊, 比如说这个,你像马云那么有钱,马云的领头可能都比这个陈道明的这个整数都要多,对不对,但是陈道明的这个领头比我的整数还多,对不对,但是不能够以前来划分,这个人到底是否有爱心,还是要以本人是否愿意做,到底能够做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大家聚到一起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成小爱,重塑未来,所以今天晚上我希望在座的朋友都能够吆喝一下, 其实今天晚上,钱已经有了,是我们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晚上大成小爱的老板,顾嘉宾,大家站起来我们认识一下, 好,顾嘉宾,顾总,认识一下,我不知道,我虽然叫我上来了,我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那么重塑未来的老板, 孙男,大家也都认识他,你们俩站起来,别瞎说了,没有老板,没有老板,重塑未来这个,所有人,所有人都是老板,就我一个打工的,没问题, 好,那么下边我不知道该什么日程了,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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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干什么, 啊,刚才郑平跟我说的,说让道明上来,是让我让道明上来,让道明上来干什么呀,让道明上来干什么呀,让他让道明上去吗, 他提前跟我说的,他嗓子哑了,他现在变成哑巴了,怎么办呢, 奄言,奄言,奄言,他现在有奄言,我来听你说,你想说什么, 你让大家见个面,说两句就完了,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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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赞子虽然演了,你要说两句,大家给点掌声, 奄言,很高兴孙男做这个慈善活动, 孙男做这个慈善活动也不是第一次, 嗯,很久以前,他就在各种这个慈善方面, 是比较关注的,这点比你强, 嗯,希望咱们这个重塑未来, 这个,办的越来越好, 确实把未来重新塑造,塑造的更加美丽, 谢谢大家, 谢谢这个两位职务,两位要把一个荣耀之香的这个赠给我们顾总, 好,有请顾总,有请顾总, 我们也感谢顾总献出了一片爱心, 我们让这个大城小爱和重塑未来这个活动能够越办越好, 好,有请我们的摄影师,抓紧机会, 大家看前面,配合一下, 谢谢两位嘉宾,谢谢副总, 好,我们请媒体的同仁稍微往后退一点, 好吗,给我们留一点空间, 或者这个后面的朋友都家里都看不见了, 谢谢啊,大家辛苦,谢谢,谢谢, 谢谢啊, 今天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业门, 非常浪漫,非常温馨, 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业门, 那么我和小美妹们一起来, 零微寿命来主持这么一个活动, 这个稿子也刚刚拿到, 而且变化比较大, 所以呢,难免有一些磕磕漫漫, 大家给予一点谅解啊, 我们这个程序呢,也有很大的变化, 下面我们就要先抽这个一个大奖, 就是我们在开修之前向大家介绍的和田玉, 近百万价值的和田玉, 一共有三块, 一共有三块, 我们第一块有请我们的陆国强, 陆先生在哪里, 陆先生请您到前面来, 各位啊,看看啊, 今天我们开始就把我们这个, 私下晚宴推向一个高潮, 我们的李小姐工作人员呢, 好, 陆先生您不能看, 您把它和了和了, 抽出我们今天第一块, 和田玉的获得者, 哪个幸运者啊, 让您说, 您们还不愿意抽, 多好啊, 您给大家带来福音, 我来监控一下啊, 复卷, 大家都有一个负卷吗, 大家注意看啊, 我现在, 这个陆先生来作证啊, 三个数, 零, 三, 四, 零三四, 哪位朋友, 获得了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一个大警, 到前面来, 我们得核对这个啊, 是游泳啊, 零三四, 有没有, 是呀, 是这位美女啊, 我们来看一看啊, 哦, 哦, 零三四吗, 哦, 零三四,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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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请等一会儿, 我们下期要到招我们的工作人员领取合战意义 谢谢陆先生 妹妹 谢谢啊 我们下面抽第二块 有请赵奇心先生 改了啊 又变化了啊 其他的待会再说啊 我们下面继续进行 小妹妹妹脚好点都没有 今天小妹妹妹是这个脚有伤 还赶到我们这个现场啊 好 那么其实刚才说了这么多 我相信大家都特别的想一睹 咱们这个大神小爱和孙蓝重塑未来 两位慈善积金发起人的一个风采 看看你们的故事究竟会有多精彩呢 我们一起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 好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我们会看到这个大神小爱 我们有个人的育物 我们有个人的育物 我们很高兴 我们在这里 我们不在这里 我们有一些育物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育物 我们不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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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看别人是比较好 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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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宋关 今年九岁 我喜欢跳绳 但是 我的腿不方便 没有跳绳 我们很可疑的事情 我一年也希望 我叫宋关 才能让你 刚过来的 我说就这个是他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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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 你 eine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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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gging 让你 还 那 我 莫尔会的 这是新风雨漠的诗 我们应该尝试一下 看这个诗诗是不是 我们的鸟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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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苏南书厅 您好 我叫贺光 我出生在一个鸟鸟男堂 自身六十个 鸟鸟男堂的鸟 一切看上去别太要紧的 就很长时间 它跟着紧的 在它里面的 绝对就是不一 还是这一条 还是这一条 像这个怀恶的时代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现在就有请孙楠重塑未来专项基金项目的运营负责人 袁锦诚先生为大家来示意一下孙楠重塑未来专项基金的规划 有请 袁锦诚先生为大家来示意一下孙楠重塑未来专项基金的运营负责人 袁锦诚 感受到了这个晚宴的气氛 还有各位明星朋友 各位商界领袖 还有我们爱心企业家和品牌的这个助力工艺啊 我现场非常感动 那么首先我介绍一下我们成熟未来的专项基金是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啊 中国知残人协会和我们的孙楠三方发起的一个专项基金 那么在于致力于抢救性的治疗 贫困山区的知残青少年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抢救性的治疗呢 就是原来刚刚大家看了视频 这些孩子啊 贫困的孩子呢 原来只能不能走路这个腿是先天激情的 首长也是先天激情的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我们国内专有的这个专利技术 叫再生控制技术 啊马上我们就会在西月底在省西就会有一场手术的直播 那个是我们国内第一次来做这个从事未来的手术直播 我们两个亲自会带领我们的团队一块深入到贫困的山区把孩子接出来 然后在医院里进行这样的手术直播 那么我希望今天到场的朋友们啊 啊关注长期关注我们的从事未来 关注我们的大城小岸 然后呢特别要感谢我们的这个顾总 啊大城小岸跟我们的这个联手跨界的公益创新 那么顾总也说了 1.0的版本呢是支援乡村支教教师的这个良好的这个 接规者是邀请不吝点赞 你们现在要再来 请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 的 从事未来的专项基金在这个现场和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专项基金内容 然后跟嘉宾友互动也非常感谢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老师 所有的朋友们特别是我们的茂哥 南哥 沐总 道明老师 孙正平老师 王岐老师等等等等 姜徐老师 今天来到现场能够切身引领大家来关注这个公益项目和支持这个行动的所有的人 所有的朋友们还有这么热的夏天赶来我们传播的这些媒体朋友们 希望你们能够长期真正的关注这些乡村的孩子 不管是支教也好 从未来也好 我们的手术是帮他完成了这个肢体的这个康复的治疗 但是我们未来的计划怎么样改变人生呢 我们还会持续通过不一样的支教行动 给他的心灵建立自信 然后从软体上给他未来的人生规划方向 甚至说引领就业 脱离贫困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未来要做的方向 我的讲话比较简短就到此为止 再次感谢大家 还是希望大家一起记住我们的口号 从此未来改变人生大成小爱 谢谢 好 谢谢袁锦诚先生的介绍 其实刚才我们大家看了这个短片以后都会心生感动 我看到有这么多的孩子他们需要帮助 其实这两天呢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就是当你身体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 其实特别的无助的时候 哪怕别人的一句轻轻的问候 我们都感到特别的温暖 都会感到马上会好了许多 那么我想这些孩子他们的情况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想今天孙楠还有顾先生 你们发起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就像刚才袁锦诚先生的介绍一样 其实是起到一种引领的作用 希望全社会我们大家都来关注这些孩子 都能够让他们能够重塑自己的人生 获得真正的幸福和圆满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今天因为我想起 因为是有爱心 爱心助人之心 把我们大家聚在一起 为了表示对各位的感谢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抽取一个奖项 我们有请大家的老朋友 也是我们的帽哥 朱石茂老师 到台上来 为大家抽取一个 叫干性包费用的奖券 那么具体这个就用我的话题 帽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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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自己吧 来 兄弟 帽哥 我们还年轻 二十八号 谁是二十八号 走 真的假的 大家给他查一下 有请 赵明今天是走运的 这个是价值起码要 30到50万的这样一个 存储和回书的这样一个项目 这个确确实实 对人体是有很大的帮助 我也不客气告诉大家 我已经两年了 我已经 请他们的负责人 郭颖来给陈道明发奖 一起照个相 好谢谢 今天发生了一点小意外 这个赵宝刚老师 赵宝刚导演呢 他在开车的时候 这个 出来的小意外 球童呢 这个摔掉了四个牙 是四个牙吧 四个牙 完了之后呢 之后他们说这个 需要一定的经费 后来马文军先生说马文军基金 他们出一袋钱 后来马国瓶 这个球场的老总马国瓶说他们出一袋钱 孙南他们基金 这个也出一袋钱 往来江中 江中在哪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 江中说他也在出一袋钱 这个给这位小姐 就是这位球童 给他那个作为一定的补偿 四个牙都没了 确确实实 我们必然感谢他 同时我知道了 今天下午孙小梅 一直在中央电视台录像 但是呢 为了今天的活动 他把时间调来调去 调来调去 最后调到这个地方 我们为他要补一下掌 好不好 另外孙正平呢 孙正平老师是我们的前辈 之后跟他 当时跟他说了一件 说了这个事情 今天请他来主持 因为孙正平老师是 我们国家中央电视台 最早主持体育节目的 著名主持人 好了跟孙老师一会 孙老师说 老孟 我什么事 我都可以推掉 今天你 他一定过来 所以我们要感谢一下孙老师 好不好 这是我知道的 当然了 我们在这个活动当中 路过墙 一直也是帮着 都在组织 都在安排 很多人都今天 出了很多的力 我就不一一说了 这是我知道的 我不知道的 也我不知道 像我们非常尊敬的 王老师 这个王奎永老师 这个也是我们的大哥 他很少参加这种这个活动 但是这种慈善活动 他愿意参加 我们也把掌声送给 这个孙老师 还有 这个来自美国的主持人 这个柳素英 这刚刚他迟到了 我批评他了 我就最讨厌别人迟到了 柳素英 这个迟到了 还有来自深圳 这个叫惠丽影视的 这个叫那个 也是个投资人 投资人 苏 苏 他也是来晚了 他又来自俄罗斯一个 孟丽来了没有啊 孟丽来了 孟丽 他是做这个中国和俄罗斯 影视文化交流的 也是演员 他们这个也都知道了 反正我最讨厌的是迟到 你看着办吧 你们都 好 现在大家 接下来继续开始 谢谢 谢谢 是啊 我们都刚才 还回到 还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就是说 我们能够帮助这些孩子 帮他们治病 能够重塑未来 实际上不光是帮助 每个孩子 他们个体 实际上是帮助了 更多的家庭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 真的是应该再次的 感谢孙男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请各位 一起走进大城小爱 顾校长的荣耀之乡 去一探究竟 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支角 是每个有责任感 教师心中的男孩 甚至很多热心不敌的男士 也希望能机会 能亲自去奉进 让他人快要去 让男朋友先上 你再生意去干嘛 我现在来 完了两个 我都聊 你瞎我 不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 那我让顾景说一下 如果说心上 不用说一下 你让我让男哥先 把玩家完了没错 还是就是说完再绝对 你真好 我说完再绝对 男哥的意思啊 没有多少人能周围的情侣 没人能周围吗 那今天 你看 我们有个人 人的 我知道 我 提供我们的餐厅,成本可耗,大大增加效率的风险力,除了硬件设置外,大成小爱,还能性怀地提高荣耀机箱的软实力,与医疗机构合作,利用网络为制造老师提供24小时的软实力。 这些年,等待着,让我用我们的双手,用我们的爱心去改变他们的人生。所以这次我要感谢所有的来参加我们高尔夫云,非参赛的好朋友们,好同仁们,因为他们这份爱心也鼓舞了我。 我觉得,因为这件事情是任中道远,因为在我们的全国人民当中有差不多两三百万的制裁的青少年等待我们救助,虽然数目很巨大,但是我们还是信心百倍,我相信只要人多力长大,大家齐心齐力的话,总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能够多救治一个,那就是我们的一次成功。 那么,希望更多的孩子们能够在我们更重的爱心之下脱离贫困的生活环境,让他们走进校园,让他们自己的未来,为了自己的人生可以自由地奔跑。 那男哥,好像下一个要开自己的演唱会了,是吧?跟大家简单说说吧。 我在二十三号,二十二号,在杭州演唱会。 那么这个演唱会呢,也跟自然有关系,我们希望能够在我们演唱会的战功方式方面,他们也拿出很多善款来赞助我们的从俗未来的这个专项基金。 我希望未来我每个演唱会都要跟我的专项基金可能化上关系。 这样的话呢,让每一位来参加演唱会的,他们也有一份爱心参与到从俗未来这样一个计划当中。 所以,我希望七月二十二号,大家来看我的演唱会,为了你们的爱心,来支持我们从俗未来这个项目。 谢谢。 当然特别高兴了,因为今天来打球的朋友都是我们很多年的老朋友。 那么他们也很多都是在圈里面响当当的知名人物,知名的演员。 所以,这个是我特别开心的。 我自我来说,能够用自己的爱好业余爱好,能够唤起更多人对我们这个项目的关注,我觉得是个特别好的事情。 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各种活动,能够让我们这个基金会可以莫及到更多的善款,让更多的孩子们受益。 好像就是帽哥对我们这个活动关注特别大事。 对啊,因为帽哥是我们的大哥嘛。 对,他每一个小弟的活动,他都特别热心的。 特别是这样的公益活动,更是他义不仁慈的热情。 帽哥,帽哥打得非常好。 我跟他比我可能,因为我比较年轻,我可能好一点点。 但是帽哥可是我们的圈里面打球资格最老的一位。 我们都是小孙子辈了,应该这么讲。 但是因为他年纪的大关系,他的成绩不能像以前一样。 但是他的球品还是非常的高贵。 会不会觉得就是搭档帽哥不管是慈善活动,还是说做节目啊,都会有更多的信息。 对啊,因为有,是的,是因为这个帽哥的,他的在我们圈里的众所周知的热情人。 对,如果有他在,我相信每一次活动都会特别特别。 那南哥,那个最近好多综艺节目特别火,你为什么不去想个综艺节目的当个导师啊什么? 我觉得,我觉得唱歌还是我的本事嘛。 对,光说不太会讲。 这个要不去做,要不去唱。 这个说呢,不是我的一个本行。 等我以后练一练吧,看看能不能说的时候。 好,谢谢南哥,谢谢,谢谢。 谢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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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让人。 好,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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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刚刚我们的,陈刀宜老师代表北京的文青队把文药之箱尊致给我们。 那我想这不是他,已经只是提到我们的一个文药之箱。 应该我相信有很多女朋友在, 那么多的箱子会有更多的该性的事, 会参与到这样一个该性的行动中来。 我们也一定会把这样一个箱子举入更多的。 好,好,谢谢南哥,谢谢,谢谢。 然后我们其实困在这四十个, 我们也有一个箱子, 刚刚用到。 好,有点看。 在这四十个, 我们也有一个箱子的, 他在这个一个学校的, 他在这四十个的, 在我们那个市民的箱子里的文献,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箱子这个叫, 在这四十个家里的, 广西国小市的, 打马箱子。 就是, 我们现在我们的箱子里的文化, 我们的箱子里的文化, 我们的箱子里的文化。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 乐平李小姐送下来爱心大使的丢出 和代表荣耀之乡的纪念模型奖杯 有请顾先生将战术和奖杯奉与孙男 这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也展示他们更加美好的未来和合作广阔的前景 朋友们 给点掌声送给他们 好吗 好 我们今天来的摄影师非常多 大家会先关照一下 那么作为刚刚上任的爱心大使 我想孙男一定有很多的想法 想跟各位来沟通一下 前面的艺术环节 还有就是因为你 非常非常开心能够跟顾总一起合作 我们之后成为我们大成小爱的一个爱心大使 不管大成小爱还是重塑未来 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是为了孩子 我们大成小爱是为了指教老师 那么老师也是让更多的孩子 能够受到好的教育 那么我的重塑未来是让更多的 枝残的青少年 他们原来是可能会得瘫痪在家 以后不能上学 因为通过我们这个重塑未来之后 可以让我们得到一个好的救治 所以让很多的孩子可以回到学校 可以奔平 那么我们都是为了孩子 所以我特别特别感谢 今天要特别感谢顾总 因为他以自己的个人的名义 捐献了二十几个孩子的这个手术的费 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特别大的鼓励 今天呢我也非常荣幸能够成为大成小爱的爱心大使 我希望我们大成小爱重塑未来 那么这个联盟 算是联盟吧 是吧 能够让更多的孩子 跟这个指教的老师能够受益 其实还是让更多的孩子受益 让更多的孩子可以通过我们的想法 改变他们的人生 改变他们的未来 让他们的生活环境更优越一些 让他们的教育做得更彻底一些 对 谢谢 其实苏大老师他自己有自己的专项基金 还愿意担任我们的爱心大使 我为这个非常感到 非常感谢 非常感动 我在一直说 我说做慈善就像 抚养小孩 你有了一个 你有第二个小孩 还会对第一个小孩负责 他不是谈恋爱 新找了女朋友 以前一个就不能要了 对不对 所以 非常感谢大家 我先关照一下 我也觉得 有这么一个可以让我认可的 而且跟我们又有相通性的 这么一个慈善项目 我觉得 所以我今天我也 代表我们大成小爱 我向孙男重塑未来专项基金 也捐赠100万的现金 然后帮助到孙男老师这边的那些小孩 这个大家 大家可能没听清啊 刚才顾先生说 要捐赠给我们孙男那个重塑未来专项基金 一百万 是的 因为这一百万可以进入二十个 这个下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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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残的小朋友 对 让他们可以 改变他们的 现在的生活状态 可以回到学校 有的可以奔跑 而且有的可以踢球 是 好 我们由于小姐送上来 这个捐个支票 大家喝个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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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啊 稍等啊 今晚呢 孙男还特别邀请了一位来自宁夏的残疾青年画家 祖文俊先生来到现场 今天呢 他带来了一幅自己的油画作品 帐啊 代表孙男承送未来专项基金 下肢 有个人 没有 你不愿意 他就会变成了 这边 有个人 你不愿意 那是 你不愿意 来 叔叔阿姨在帮助财迹人 我心里特别感动和激动 然后我想利用这张话 告诉叔叔阿姨 我们身为财迹人 也会很努力地去生活 谢谢各位叔叔阿姨的帮助 谢谢 好 谢谢周文娟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李莉小姐 递上重塑未来的感谢信 并有孙楠和周文俊先生 对大臣小爱的顾嘉宾先生 进行爱信的回赠 记者朋友稍微蹲一下好吗 后面好多朋友都看不见 好 谢谢 辛苦了 辛苦了 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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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姑娘 让一 好 谢谢 谢谢 两位 两位 留步 两位今天是主角 两个男一号 两个男一号 两位的善行与思想 真是太具正能量 我请代表寿主的孩子们和支教老师 向这两位表示我们诚挚的感谢 大家知道今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我去远远收到他 真的好多朋友 一会儿 对这些课论 因爲最低的 真的被解释了 我的天坡 以后 你们看这个偶像 我 我 跊断 你 你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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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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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都是 都是 最好的 不再看 就要有关 就是自己是一切的 不思讨的 是 削开 和 的 是 年医院的 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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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嘉宾把你们的手放到大屏幕上 好 我们大家共同来见证这一个重要的一刻 感谢大家 现在我们要宣布 大屏小爱重塑未来 公益联盟正式成立 并且启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相信我们今天走的一切呢 只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爱的开始 相信在未来会有更多爱的力量来加入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 NNH48成员 李逸佛 张宜 盐骄军 实际 好 我来要掌声欢迎 蔡萌 咋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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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也没法 来 来 你瞅瞄 你瞅瞄 音乐风小一点是吧 我去说音乐 去说那个咖啥 我去说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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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过年之后 我在哪 想着什么 想着什么 想着万样的歌 成长 不是外人而生长 还是一个人在回家的路上 轻心带长 我不能确定 它是很多很多 但往里失去 我是谁 在先作为 有缘万的行为 当我们四目相对 我以为你总感受温暖 因为我被一切离开时就失败 我以为他离开 只能为你共存 有种力量是成长的回合 让你和我都成为我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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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